大家好 有沒有醒了 沒有睡得更熟 累齁 屁股痛腰痠 我有經歷過我知道 辛苦了齁 辛苦了 沒關係很快的經過出高級之後 我們就會經過過五關的階段 然後你們就能成為台灣民政府正式官員 來一起為台灣民政府 跟台灣的下一代打拼 好不好 來接下來我們進入這個 第二次世界大戰 剛剛我們是不是講 什麼時候呢 日本將台灣跟澎湖 給納入為 不可分割的領土 1945年 有沒有看到 什麼時候第二次世界大戰 1941年 欸 有沒有發現他的日期 怎麼好像重疊了 等於是 第二次世界大戰 已經在戰爭的時候 那個時候呢 我們還沒有頒發造書喔 所以這就是台灣人 歷史薄弱的地方 你會覺得好像被混淆了 如果今天在打仗 請問你會 你會幹嘛 躲防空洞 逃命對不對 你還會去關心 台灣現在的國際地位 台灣到底屬於誰的嗎 什麼時候頒布了造書 還會關心嗎 基本上這個時間呢 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你關心的就是戰爭 對不對 所以這是一個歷史重疊的地方 再來 1945年的9月2號 日本無條件投降 邁克阿瑟也就是同盟國盟軍 最高統帥一般命令第一號 頒布的時候呢 1945年9月2號 我們剛剛講1945年4月1號 半部造書 請問這樣相差了幾個月而已 有沒有 5個月左右 可是5個月左右 即使日本戰敗了 我們 台灣的領土地位有影響嗎 沒有 當你今天你去結婚 你把你的身份證 送到護政事務所 結果他三分鐘之後拿給你 你的旁邊就多了一個人 的人名 但是呢 這個時候如果你要離婚 你可不可以說 我要離婚了 不可以 還要再辦一次程序對不對 所以當我們頒布了 明治憲法 下達了明治憲法 頒布了造書的時候 台灣跟澎湖成為日本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的時候 即使你只是經過幾個月 日本戰敗 但是我們就已經成為 日本天皇的領土了 齁 那你要 呃 我們成為日本天皇的領土之後呢 你如果 要離婚 你是不是還得再簽條約 可是 剛剛是不是有講 下官條約之後 一直到現在 沒有任何一個條約 有再將台灣跟澎湖給各讓出去 齁 沒有喔 所以這個時候呢 邁克阿瑟將軍 他頒布了一般命令第一號 頒布什麼 我要將日本 五馬分屍 喔 有用喔 看奪恨他就好 日本偷襲美國的 珍珠港 美國在日本投下兩顆 原子彈 所以美國是日本的 主要 戰勝國 所以他有權分配日本的領土 因此呢 他怕日本的帝國主義再次崛起 所以他決定將日本的領土 五馬分屍 他將北方四島 俄羅斯代管 然後韓國獨島 日本本島 美國親自佔領 琉球聯合國托管 台灣跟澎湖呢 交給蔣介石集團代理佔領 好 他把日本的領土五馬分屍 之後 台灣跟澎湖交給蔣介石集團 代理佔領 我們就進入了1945年10月25 交戰國佔領日 蔣介石集團來台 大家知道蔣介石集團來到台灣之前 台灣啊 有兩個月沒有政府的狀態 不政府啊 不政府的狀態下 請問一個國家沒有政府的時候 他會不會動亂 會不會暴動 要不要趁沒有警察的時候 趕快搶搶劫那個銀行 搶劫便利商店 要不要 全聯星巴克趕快搶一搶 好 可是呢 大家剛剛有沒有看到 我們剛剛是不是有學生跪著在幹嘛 讀書 培養什麼 武士道的精神 所以大家知道嗎 在 蔣介石集團來到台灣的前兩個月 台灣沒有政府的狀態下 台灣沒有發生暴動 台灣呢 的人文素養已經高達到自己成立自衛隊 自我管理 有夠嗎 有沒有令人敬佩 有 所以這是什麼時候時期培養的 日治時期的時候 培養出來的武士家的精神 所以 當蔣介石集團來到台灣的時候 他們帶著什麼來 插插插 對 破米窯 然後還有破破爛爛的 對 有的沒有都有對不對 好 知道他們的文化素養有多差嗎 軍隊來到台灣之後 其中一個士兵 他就跑去雜貨店 他跟你有 我自己買一個水龍頭 買回去之後有沒有 他就從牆壁有沒有 挖一個洞 然後把那個水龍頭插進去 然後他就沖 咦 怎麼沒水 然後又把那個水龍頭拔出來 又回去 跟那個老闆娘講 你買我的東西是壞掉的 有的嗎 他們的人文素養 連自來水是怎麼來的都不知道 可是剛剛有講 我們在日治時期 我們已經有世界第三大的水庫了 有沒有 當時台灣有多少的現代化的重要的土木工程 當時台灣發不發達 發達 發達 進不進步 進步 可是 蔣介石集團的水準 是在這樣的情形下 我們被這樣的 文化水平所控制 你覺得會發生什麼事情 絕對很淒慘喔 可是為什麼台灣人民沒有辦法反抗 因為我們沒有槍嘛 我們沒有武器 可是呢 有 我們有抗爭 我們繼續拿著 抗爭 但是你知道嗎 蔣介石集團喔 來到台灣 哇 沒有辦法想像 台灣怎麼辦法 這麼有錢 六百多萬的人口而已 然後 然後 地廣 人稀 物產豐饒 一年三收 進步 發達 高壓 想辦法 1月12號 將台灣人民 集體強迫 規劃為中華民國的國籍 也就是現在各位手上拿的那張 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他有經過我們的同意嗎 沒有 沒有經過你的意願 因為他想要 佔地為王 他想要將台灣 成為他的領土 所以他非法的 就直接強迫你 以一道行政命令 將你的國籍一夜之間的篡改 可是台灣人民很奇怪啊 台灣人還以為我們回歸了祖國 我們好像回歸了祖國 為什麼 因為大清帝國212年的統治下 我們台灣人以為自己是中國人 這樣了解嗎 212年長不長 很長 足以改變你的文化思想 所以其實大家那時候都不知道 其實 中國就是外來的 他們 他們騙你說台灣光復 以為 台灣是屬於他們的 因此他強迫把你規劃為中華民國的國籍 之後呢 台灣有沒有人知道 有 我們有精英 我們在日治時期培養了 兩萬到三萬的精英分子 有醫生、律師、老師、博士、碩士 藝術家 包括剛剛看到的陳陳波 全部都在1947年的2月28號 殘忍的被228屠殺 我剛剛是不是有講到我原本是政治能感的人 政治能感我們在讀歷史的書的時候 228對我來講它就是一個歷史事件 我不會有太大的感覺 可是當進來台灣民政府之後 你深入了解之後 你會很心痛 每次講到228你就會難過 我們現在這麼努力是為了什麼 為了救台灣下一代 當時我們那一些兩萬到三萬的精英 足以組成一個堅強的內閣 議會 足以組成一個能夠為台灣造福利的台灣政府 但是全部都在228被殘忍的屠殺 陳陳波呢從車站出來 雙手合掌 鐵絲從手掌中間穿過去 跪在地上 就地槍決 沒有原因 沒有理由 就是把你們這些知道的人 全部殺光光之後 再進入世界上歷史最長的 長達38年又56天的白色戒嚴恐怖 足以將在場所有的人都洗腦成功 如果你還敢講話 晚上你就不去 你怎麼哭得說嗎 所以我們心裡面的那一塊害怕 政治黑暗的從什麼時候被影響的 就是這個時期被影響被生根的 為什麼政治很黑暗 因為他們 蔣介石集團 他將你殘忍屠殺之後 他將你殘忍屠殺之後 再進入38年又56天的戒嚴 將你所有的人都洗腦 1949年的6月15號 4萬塊換一塊 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嗎 通貨膨脹 通貨膨脹 我弟弟啊 他是台大生 高材生 我當時我就跟他說 我講到這4萬塊換一塊 他就給我吐 4萬塊換一塊當然啊 因為啊 通貨膨脹啊 所以政府他必須 要解決通貨膨脹這個問題 所以他必須10萬塊換一塊啊 不然經濟會完蛋啊 結果他當時跟我講的時候 我回答不了 因為沒錯啊 有道理啊 可是我現在知道了 我現在告訴他 為什麼 這個時期 中華民國國民黨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共產黨 當時在國共內戰 他們自家兄弟在中國裡面正在打仗 然後美國呢 派蔣介石集團代理佔領台灣 因此他來到台灣的時候 發現台灣是一個物產豐饒 人口又稀少又非常好控制的地方 所以他將台灣所有的人民的財產 搜刮一口 拿去支柱他的國共內戰 請問台灣這樣不會物價通膨嗎 肯定物價通膨 台灣的惡性通貨膨脹 是因為他們 自己自家兄弟在打仗 所造成的惡性通膨 然後再用4萬塊換一塊375減珠 公然搶奪本土台灣人的人民財產 所以知道我們台灣人 生活在政治列印有多可憐嗎 他們來的時候什麼都沒有 現在他們什麼都有 拿的都是誰的錢 本土台灣人的錢 將你的錢變成他的錢 讓你們努力工作 繳稅供他們的人去讀大學 讀碩士 供馬英九去讀哈佛 你們不知道喔 馬英九跟我們的秘書長是同學 你們知道嗎 知道齁 所以呢馬英九讀書很差知道嗎 知道齁 所以他為什麼能夠讀哈佛呢 我們的那一張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後面有一個條碼你們知道嗎 按碼 有這樣你們看對不對 所以 以那一張他就能夠辨別 你是誰你是不是他的人 你是他的人喔 考公務員的時候他會給你多加個幾分 所以讓有計畫性的 將本土台灣人排除在公家之關之外 不是本土台灣人 不好耶 我們很厲害耶 我們日治時期多厲害 我們的學問比他們高多少 可是現在為什麼是這樣 台灣是有歷史的喔 歷史都能夠證明一切 所以在這個時候 與日治時期的紀律 嚴明高效率行政效率行程 強烈的對比 可怕嗎 每次講到這裡我都會覺得難過 如果今天我們沒有被 蔣介石集團給控管 台灣現在台灣人民的生活 不會只有這樣喔 一定可以過得更好 結果沒想到 我們說啦 美國為什麼不管 美國有想要管 甚至美國沒有想到說 1949年的10月1號 中華民國竟然在國共內戰戰敗 成為流亡政府 也就是說 今天他被趕出他的首都南京的時候 離開他的領土的時候 他在這一刻就成為了流亡政府 他是不是戰敗了 敗給共產黨 對不對 因此他在這一刻成為流亡政府 中華民國在台灣是流亡的 流亡在台北 這樣了解嗎 我們只是美國當時 交給他代理佔領而已 結果他竟然 戰敗了 成為流亡政府 這時候呢我們就 很多人就提出抗議 那你應該要把他趕走 美國也想要管 為什麼沒有管 對 沒有想到他這麼好狗運 後來竟然發生了寒戰 當時啊 沒有國家 要收留中華民國 然後呢台灣當時 無主 沒有主人 日本他都自顧不暇了嘛 他沒有辦法再來照顧台灣 可是呢 美國呢 要把中華民國趕走 也沒地方收留他 台灣又無主 可是呢 美國的立場又不能將台灣 交給 中國 所以呢 他要反共 當時寒戰爆發 美國必須要去打寒戰 因此在分身乏術的情形下 他只能暫時將台灣交給中華民國 代理佔領 讓他暫時的在台灣 苟言 殘喘 因為 這樣 中華民國當時的立場 跟他一樣 是反共的 所以 因為這樣的政治利益 美國因為反共 犧牲了誰 犧牲了台灣 犧牲了我們 所以我們告美國剛剛好而已 對不對 可是美國他知道 台灣呢 不能交給中國 也不能交給中華民國 因為中華民國已經不是一個國家 他是一個流亡政府 因此我們在1952年的4月28 就金山和平條約簽訂的時候 也就是一開始我有講到 我朋友問我 就金山和平條約第二條 日本承認朝鮮獨立放棄台灣 澎湖的主權權利 那為什麼你們還說是日暑美戰 因為主權權利跟主權義務不一樣 包括領土主權也不同 領土主權日本天皇並未放棄 譬如說 我現在佔的這塊土地 我在上課對不對 我把它蓋成教室 然後我來使用上課 因為當初這個地主他跟我講說 這個土地呢他不管事 他交給我使用 他放棄了這個管轄權 那今天我在這個土地上使用 有一天幾年過後了 我們不要講幾年 我就講70年 我已經上課上了70年 然後我就跟這個地主講 這一塊土地是我的 對不對 不對 我都用了70年了耶 這塊土地為什麼不能變成我的 沒有簽土地權壯對不對 對 對 那這個地主當初他放棄了什麼 管轄權 但是呢他放棄了主權權利 但是他有殘留的主權義務 今天如果我要在這間教室 這個土地上放火燒了這個土地 他有沒有權力出來說 你不會這樣 有齁 所以日本天皇對我們有殘留的主權義務 大家知道我們5月17號的時候 在日本是不是有開一個酒會 就是要告訴他我們3月12號在美國開的 這個美國記者會 我們今年呢 控告 美國這政府已經 成功了齁 所以呢 你要趕快來實施你的這個主權義務 你要來關心我們台灣的人民 我們是日本天皇的臣民 可是呢 今天當時 日本天皇他放棄的是管轄權 但是他有殘留的主權義務 但是他的領土主權有沒有放棄 沒有 有沒有簽土地權壯 沒有 所以 台灣跟澎湖的領土主權 到現在還在誰的手裡 日本天皇的手裡 但是有人會說 三個公報 開羅宣言波茲坦公告跟日本祥書 這三個公報不是在在都講說 台灣跟澎湖應該要還給中國嗎 為什麼沒有還給中國 因為齁 今天啊在戰爭的時候 小朋友在打架 然後啊 這兩個男 這一個男生說球 要還給這個女生 然後這女生說球是他的 然後這個男生說 不是這個球啊 購買的發票在我的口袋裡面 請問球是誰的 購買的人的 台灣跟澎湖的土地權壯在誰的手上 日本天皇的手上 戰爭的時候 三個公報都說 你應該要將台灣跟澎湖還給中國 單方面的宣言 請問日本有沒有答應 沒有 簽約的時候有沒有簽 沒有 那怎麼會是日本 怎麼會是那個中國的 而且 剛剛是不是有講到 台灣有屬於過大清帝國嗎 沒有 從來就沒有屬於過大清帝國 那更不可能屬於中國 憑什麼何來的還給 是不是 所以中國到現在 他不會再說台灣跟澎湖是他的 他只會說台灣跟澎湖是他的核心利益 他想要的啦 不過不是他的啊 你了解嗎 所以土地權壯在誰的手上 日本天皇的手上 所以呢 這就是一個概念 我啊 覺得齁 我之前都覺得我們台灣人齁 像是跳蚤 欸 你們知道跳蚤多厲害嗎 他是全世界跳得最高的動物喔 他可以跳比自己身高高100倍 有厲害嗎 有厲害齁齁 我們給跳蚤做一個實驗 我們拿一個蓋子把跳蚤蓋起來 然後啊 你拍桌子 跳蚤就會跳 然後他就撞到壁 撞到壁之後他的頭會痛對不對 你在拍的時候 請問他還會再繼續撞到牆壁 還是他會蹲低一點 蹲低一點 跳蚤很聰明 你在拍他為了不讓頭痛 他就會蹲低一點 有厲害嗎 然後你就把蓋子拿掉 你再換低一點的蓋子 你再拍 他又撞到壁 都撞到壁之後他又痛 然後呢你再拍 他就又跳低一點 你就把那個蓋子 越換越低 越換越低 換到接近桌面的時候 你再拍 跳蚤還跳不跳 不跳然後他怎麼樣 用爬的 他就用爬的喔 然後你把那個蓋子拿開之後呢 你在拍沒有蓋子了 請問他跳不跳 不跳 這個跳蚤呢 從此以後他就變成爬蚤 好就不是跳蚤了 因為他不跳了 用爬的 這個叫做自我設限 為什麼我覺得台灣人像跳蚤 原本台灣的生活可以過得很好的 可是我們在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70年的教育的洗禮下 我們覺得台灣不可能會 比現在還要更好 有沒有這種感覺 當隔壁大阿姨來跟我講 台灣要多政府 可以過更好的生活 你敢相信 你敢覺得不可能 可是你知道嗎 南海的石油為什麼不能開採 美國不能採日本不能採 中國不能採 為什麼不能採 因為台灣國際地位還沒有正常化 如果呢 阿拉伯他們不是都有戴一個那個 白色那個飄飄然的帽子嗎 如果以後台灣人也都戴一個那個帽子 好不好 如果我們變成採油大國是不是也不錯 要會幻想跟夢想 還不錯喔 南海石油為什麼不能採 有很多的國際之間的局勢 情勢都是跟台灣國際地位 為正常化有關係 所以台灣人你要敢想像 台灣以後會很有錢耶 台灣人也很好耶 我們不需要每年喔 再花幾兆去買那一些軍購 美國他就有義務要來負責我們的國防 我們可以省多少錢啊 那些錢拿來建設台灣好不好 好啊 所以可以想像喔 要會想像台灣人民的以後生活可以過得很好 所以呢 大家都有看過我們的秘書長林志生對不對 他讀認真 2006年的10月24號 我們的秘書長林志生帶領228名的228事件的受難家屬去控告美國 他當時關在一個小小的房間裡面喔 讀那個疊起來喔 可以跟人一樣高的原文書喔 疊得很高喔 大概萬國公法國際戰爭法 他從那個裡面去找到台灣的國際地位 所以這是堅實的為台灣人走出一條路 終於我們在2008年3月18 美國華府聯邦地方法院判定 本土台灣人無國籍 people of Taiwan 本土台灣人無國籍有多麼的嚴重你知道嗎 如果今天我 我 嫁給一個菲傭 請問我生下來的小孩是 是 是菲律賓還是台灣 菲律賓 如果今天我嫁給一個菲傭 我生下來的小孩就是 小菲傭 喔 了解嗎 因為本土台灣人無國籍 可怕嗎 可不可怕 很可怕喔 所以爭取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再來 2009年4月7號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判定 台灣人無國際承認的政府 台灣人生活在政治獵獄 台灣人沒有國際承認的政府 這個我們大概 我們大家都知道嘛 不能就入聯合國啊 然後在國際地位之間沒有地位啊 生活在政治獵獄 就是我們剛剛講到的 我們從228那時候成疑 他們就有計畫性的 將本土台灣人排除在公家機關之外 這就是政治獵獄 讓現在我跟你們講說 你們要學習政治 沒有人敢碰 就跟當初隔壁阿姨找我一樣 我覺得政治很黑暗 可是我從小到大 我也沒有受過什麼政治迫害 我覺得啦 可是我為什麼覺得政治很黑暗 很多老一輩一直去跟你講 包括現障的官商勾結 你就會了解說 我們生活在什麼樣的政治獵獄 政治學其實是所有的人都要了解的一門科學 2009年7月8號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他受理本案 這是本土台灣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首次向美日太平洋的主要征服者 美國依照國際戰爭法 國際戰爭法 然後跟究竟商合併條約及美國憲法提出告訴 夠贏了沒 夠贏了沒 夠贏了 因為2009年8月6號 美國政府代表國務院宣布 放棄抗辯權 意思是 你說的都是真的 所以 既然這樣子是不是要將政權還給我們 為什麼沒有還 為什麼 各自本案代審 我們既然告贏了 那你應該要想把政權還給本土台灣人 美國說 好 我將流亡政府中華民國趕出台灣 請問你有沒有人接掌政權 你有沒有公務員 他的人都走光光了 你的公務員在哪裡 政務官事務官 這就是各位 坐在這裡的原因 美國說 我給你條件公平 當初中華民國流亡政府他來到台灣 蔣介石集團來到台灣 他帶一千名的公務員 台灣當時是六百萬人民 一比六 現在台灣是兩千四百萬人民 四比二十四 等比嘛 所以他就說 四千名公務人員 我沒自己拼啊 所以 這就是我們要做四千名公務人員的由來 這也是在座各位即將要成為這四千名公務人員的原因 你們將會 執政之後你們將會面臨到 很多的本土台灣人會來詢問你們 為什麼台灣現在會變成這樣 台灣的國際地位呢 為什麼是這樣 你們最起碼最起碼 那基本的法理常識跟基礎一定要學會 好不好 這是我們能夠對抗外面 黨派民眾 我們唯一最棒的武器 所以無論如何最基礎的法理都要學會它 好不好 我們9月5號的時候呢 還有一次的俊手考試 大家知道俊手是什麼嗎 俊手齁 俊手就是類似現在的縣市長 那俊手的考試呢 這部分呢 你要擁有俊手的資格之後呢 你才可以擔任副知識 知識 還有俊手 齁 這個擁有人事權的部分呢 我們要經過一個俊手的考試 這個資格的培訓 所以我希望 大家都去考考看 我們口感受不用錢 希望大家 會不會有沒有時間讀 都多少讀一點 然後在9月5號這一天呢 來考考看好不好 因為對9月5號 我們即將要執政 所以這個速度很快 我們接下來呢 大家知道我們的執前訓練 是什麼時候嗎 不知道 我們的執前訓練是7月31號 7月31就是7月底 7月底的那個 就是下禮拜齁 不好意思齁 就是下禮拜齁 之前訓練 我們各位現在是不是上了初級班 接下來會上高級班對不對 高級班之後呢 你就要經過職務點招 法理點招 法理點招 還有職前訓練 職務點招就是 在這個時間點 你就要選擇你的職務了 你要做內閣 議員 黑熊 那內閣你又要做什麼單位 所以這個時候 你會面臨到職務點招 然後法理點招 然後還有一個職前訓練 職前訓練你就是 服裝儀容要整齊 大家去吃飯的時候 然後今天是不是都有看到很多 跟我穿的一樣很整齊的 我們的公務員 所以你們呢 那個時候如果下禮拜 你要來參加之前訓練 你們就必須服裝儀容整齊 要整頭的喔 純黑 男生呢 西裝 打領帶 黑皮鞋 黑襪子 女生呢 純黑 可以穿裙子 可以穿褲子 褲子呢 也是黑色襪子 裙子 要穿絲襪 不可以穿網襪 動動襪 穿絲襪你可以選擇黑色 或膚色 然後女生的內搭 白色 服裝儀容整齊 然後來參加我們的職前訓練 因為你之前訓練過後 你就是我們台灣民政府的正式官員了 然後接下來接接受我們的專訓跟周訓 這樣了解嗎 所以呢 這個部分呢 就是我們即將要面臨的事情 很快的 很快的 因此 台灣身份證 台灣民政府的身份證 還沒有去申辦的趕快去辦 因為這一張呢 在今年的1月1號 就已經全球194個國家都通用了 你們可以去試試看 所以這是依照台灣公民權利法案完成的 沒有辦的要趕快去辦 今天呢 我們在各個報章雜誌還有網路 都可以看到報導 有沒有看到這個 千人劍走走出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很正面對不對 這是台中洲 這是我們台中洲的知識 然後這個呢 訪問裡面呢 有一個七年級生的楊小姐 這就是我啦 可是你們知道嗎 重點是 在訪問這個的時候啊 你就會發現到 原來真的被媒體封鎖 記者就跟我說 他就說齁 其實有時候 他們其實原本他們的長官都有跟他們講 今天你們去採訪這個新聞 其實他們都已經編輯好了 都編好囉 他們都已經決定要報導什麼囉 還沒去採訪就決定要報導什麼了 他去採訪你只是把你拍個鏡頭而已 照張相而已 依照他自己想要報導的意思去報導 所以呢 基本上他們寫的文 如果能夠很正面 都是很不簡單的 基本上人性就是這樣 包括政治性的打壓 大家都喜歡看負面 所以台灣民政府一直以來 你說看到的負面報導 上頭就是有指示啊 即使他跟你訪問裡面有很多的內容 五分鐘他就給你剪一分鐘 然後剪你最不好的那一段話 這就是媒體 中華民國不等於台灣 以假論真欺騙台灣人70年 封鎖控制台灣的媒體 有沒有控制 今天你如果出國 你會去國外查228的歷史紀錄片嗎 會嗎 我在贏齁 玩都沒有時間了喔 可是呢台灣啊 你要查228的歷史紀錄片 你查不到 可是國外的網站你看得到 有沒有封鎖 有 封鎖台灣的媒體 台灣覺得我們應該生活在 民主開放自由的情形下 可是其實我們就是一直在被洗腦而已 北韓大家知不知道 他們的人民可不可憐 在這樣的開明的世界當中 他們的人民還可以完全被封鎖跟控制 生活在他們的那個國家 大家要給他們的知識裡面而已 我們看他們是不是覺得很可憐 可是別人看台灣呢 也是很可憐齁 台灣啊 沒有國際地位 沒有不是一個正常的國家 可不可憐 光這個就很可憐了 我們還被封鎖媒體 捏造歷史真相 流亡政府的中華民國教室選舉 你拿著他的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去投他的議員 市長總統 就代表你要做他的人 你們要不要做中華民國的人 不要 他的那個土地很少耶 好像只剩下金門馬祖還有平坦而已 在台灣多好 是不是 中華民國流亡政體內的 體制內的政黨有誰 有誰 國民黨 民進黨 台聯 親民 人民黨 有人民黨嗎 我知道最近有一個什麼民國黨 對 民國黨對不對 民進黨前面登記什麼 大家知道嗎 中華民國民主進步黨 前面是什麼 中華民國 那他有沒有被中華民國控制 當然有 所以 在中華民國體制內 所有的政黨 請問他有辦法幫台灣走出真正的國際地位嗎 不可能 只有台灣民政府跳脫 原有的政黨 才有辦法拯救台灣的國際地位 中華民國的流亡政府說 連蔡英文都知道 所以我看到這個時候 其實我自己有嚇一跳 因為啊 沒想到我的政治能感這麼嚴重 我竟然齁 從那個周辦出來的時候 我跟我媽講說我第一次聽到 結果原來 連人家蔡英文都在講 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 厲害吧 還出書 然後 新聞都有報 蔡英文的流亡政府說 民進黨 律委的普遍公式 所以是只有我們這種 能感的人不知道 還是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上面的人 你覺得那些政黨 大家都知道 可是為什麼他們不救台灣 利益 對 剛剛有說所有的政黨 都在誰的控制之下 中華民國的控制之下 怎麼救 沒有辦法救台灣 中華民國不是一個國家 中華民國到現在還在騙 到現在都還在騙 如果說中華民國快要把台灣賣掉了 你們覺得相信嗎 相信 我們講 要出賣台灣 到底怎麼樣賣 才是真的賣 如果你講一些政府的政策 你會覺得距離你很遙遠 可是我有一個貼身的經驗 我姊姊 她有一天就跟我講 我們公司要倒了 我說為什麼要倒了 今天贏得還不錯啊 她就說被中華民國害的 我就說你不要以偏概全嘛 你也要有證據啊 我們是講求證據的時代 我姊姊就說我有 我說什麼證據 我姊姊的公司是賣這個投影布幕的 器材的 然後呢她就說這個投影布幕器材 大部分這個公司它都是跟一些公家機關學校配合 然後政府呢她每年都會補助這些公家機關 你可以來購買這些器材嗎 你器材後來是不是就可以購買 所以呢原本補助一萬多 後來變七千多 後來現在變四千多 請問四千多喔 基本上我姊姊的公司就賠錢了 她是台灣的製造商 她就沒有辦法做這個生意喔 那如果學校她的東西壞掉了 她還是得買的時候 請問四千多她可以跟誰買 跟誰買 淘寶網 她是不是可以跟中國買 有沒有變相的將台灣的錢洗出去 政府補助給學校的這些錢是誰的錢 所有人納稅錢 結果這些錢沒有圖利到台灣的自己的中小企業 結果跟誰買 淘寶網 結果跟中國買對不對 氣不氣人 有沒有突然就很有感覺了 這就是親身的經歷喔 大大的事情我們還沒有感覺 原來生活在周遭的就有發生了 這樣的事情 所以你說台灣人真的沒有錢嗎 台灣人真的沒有錢嗎 台灣的錢都去哪裡了 這才是重點 所以大家知道嗎 台灣現在的政治 就是政黨有多麼的可怕 知道海綿道路的請舉手有聽過的 好沒有聽過 有沒有看到這個道路 然後這個是氣球 它插在道路的孔上 結果氣球會吹起來 代表道路在幹嘛 呼吸在吐氣對不對 可是一個正常的道路為什麼會吐氣 因為它的結構 你看喔 這個道路它是不是有一層一層一層 它最下面這裡是一個儲水槽 然後道路上面有一個洞一個洞一個洞 然後今天呢 髒空氣進去之後 經過這樣一層一層的過濾 吐出來的空氣是 新鮮的空氣 棒不棒 雨水流進去 髒水流進去之後呢 經過一層一層的過濾 到下面儲水槽的時候 是乾淨的儲水槽 乾淨的水 棒不棒 台灣是不是每年都在缺水 喔 這個有沒有辦法解決台灣的空氣污染 然後又可以解決台灣年年缺水的危機 可以 而且這一個道路還是台灣本土台灣人發明的喔 全世界三十幾個國家在這 搶求它的專利 為什麼這麼好的道路 台灣到現在還不普遍 為什麼還不普遍的用它 連新聞都有報 生態工法鋪的海綿道路 儲水量可達70噸 很好啊 這一種工法做出的海綿道路 除了通行儲水降溫防災空污 降低空污生態保育 成本還比傳統的柏油道路還便宜 搞不好 結果三十幾個國家搶這個專利 結果台灣竟然不普遍的使用 原因在哪裡 柏油路是政府的 如果鋪這海綿道路也會是政府啊 但是原因是什麼 採購法 不是說它這個採購法一定不好 但是呢 它限制在台灣的官商勾結當中 如果今天我是一個市長 台中市長 我今天要競選的時候 我就跟這些財團講 你們拿來支持我 投票給我 然後拿錢給我 支持我競選 我當選之後 我就把整個台中市的這個道路的工程 維修工程全部都包給你 然後呢 這個呢 以台灣現在的道路的這個法案 它就是 基本上你第一次的時候 它有一個預訂款項在那裡 然後每一年呢 它都會補助多少的款項 讓你去維修這個道路 可是海綿道路它第一次鋪的時候 比較貴 可是之後幾乎都不需要維修了 欸 哪一個道路好 哪一個道路好 海綿道路好 對不對 怎麼看都是海綿道路好 可是 這樣子他們有沒有利益可以賺 沒錢錢 它沒有錢的時候 可以去馬路那裡 抖抖抖抖抖抖抖 抖有錢對不對 可是呢 如果你鋪了海綿道路 它沒得維修就沒有錢的時候 它就沒有辦法去那裡抖抖抖抖抖 然後呢 它就說我沒有錢可以賺 我就不要支持你這個市長 我又沒有油水可以撈 結果我市長就選不上 有沒有官商勾結 可怕嗎 那要不要換政府 要不要讓台灣民政府 能夠來為台灣做真正有意義的事情 如果今天各位裡面 你們將即將會有議員跟閣員的產生 閣員今天你來為台灣好 你提出了這個海綿道路的法案 然後請問議員在表決的時候 有人幫你握抖抖 讓這個法案不要通過 你要不要讓他通過 如果今天幫你握抖抖 叫你不要讓他通過 你要讓他通過還是不要通過 讓他通過 台灣民政府以後執政 貪污唯一死刑 貪污唯一死刑 秘書長有講 絕對嚴格執行 所以你還敢相信現在看到的是真相嗎 流亡政府中華民國他即將要離開台灣 你們知道嗎 有沒有看過這個圖 請問上面有台灣嗎 Chinese Taipei 沒有台灣 為什麼他可以代表台灣參加大大小小的奧運 因為我們沒有去關心 我們都沒有去關心說 明明就不是台灣 還可以代表台灣參加大大小小的奧運 台灣的國際地位到底是怎麼了 裁軍行政院廢子案平潭島建設國共和解 來看喔 為什麼要裁軍 預算不夠 錯 因為 美國跟他講 不好意思齁 你讓人發痕啊 你要離開台灣 所以 要離開台灣的時候 但是有一個但書 你是流亡政府耶 在萬國公法跟國際戰爭法的規定下 如果你是流亡政府 你的軍隊只能在自衛隊12萬人以下 如果你超過12萬人以上 你在國際間就稱為恐怖組織 所以他要裁軍 喔 這樣新聞會不會看 為什麼要裁軍 一個正常的國家是不是要國防 怎麼可以不要國防 所以裁軍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他要離開了 行政院廢子案 一個正常的國家需要很多的 法案來管理對不對 你打下去不是一條兩條 是 啪啦啪啦啪啦一堆 然後你隨便點一條進去看 廢止國防部軍醫條例 組織條例 很多喔 一個正常的國家會這樣嗎 不會 因為他用不到了喔 政治台灣他創造的就是一連串的假象 有沒有看過這一個 這是哪裡 漂不漂亮 模型 漂亮 這是一個建設藍圖的模型 這是哪裡 平潭島 平潭島的建設藍圖 有漂亮嗎 這個時候呢 我就問我爸爸 我爸爸喔 他是一個政治狂熱者 可是呢 基本上他就不太相信台灣民政府 可是今天有一天我們看到這新聞的時候 我就問我爸 我說爸我問你喔 為什麼台灣人喔 可以去中國當官 新聞報說台灣人可以去中國當官耶 上楚瑜好像也說要去當耶 然後呢 我爸就回答我說 我不知道 所以說我贏啊 結果我爸也有辦身分證了 為什麼 台灣人怎麼可以去中國當官 根本就是兩個不同的國家 對不對 兩個不同的地方 台灣人怎麼可以去中國當官 那個代表國共和解 中華民國國民黨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共產黨 他們已經國共和解 所以跟美國討論安排了一個平潭島 讓他撤退的時候可以去 因此在台灣住很久了 還想要複製一個台灣 還要把台灣的人才挖去那裡 然後去那裡當官 那了解嗎 你去到那裡就願意做中華民國的人 你要嗎 不要喔 所以現在的台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有沒有看過 越南大暴動 中華民國可以保護我們嗎 他當時保護我們的條件是什麼 他就發了一個貼紙給你貼在身上 我是台灣人 這樣就代表 我有盡到保護你們的責任了 他沒有立場保護我們 因為他自己就是一個流亡政府 有沒有看到這學生被衝倒在地上 有沒有很可憐 這是什麼 太陽花學運 那個時候是不是抗爭很久 我們有一期的學員 有一個太陽花學運的學生來上課 然後我就問他 欸 你當初去參加太陽花學運 反服貌對不對 ECFA的時候 你有沒有看過服貌的條款 沒有欸 他說沒有 我說那沒有的話呢 請問你為什麼要去抗議 欸 愛台灣 你沒有看過裡面的條款 你就知道去抗議就是愛台灣 欸 支持就是愛台灣 結果你知道嗎 服貌跟ECFA裡面 完全從頭到尾都沒有台灣兩個字 跟台灣一點關係都沒有 他是誰跟誰簽的 中華民國國民黨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共產黨 所簽下的國共和解的條約 裡面跟台灣一點關係都沒有 結果我們還要被衝倒在地上 有沒有很可憐 你連條款都沒有仔細的去研究跟看過 這就是台灣人盲目的愛台灣 現在各位知道要怎麼愛台灣嗎 知道了齁 知道要怎麼愛台灣了 今年2015年是台灣的重要的政治年 今年我們即將要執政 速度非常的快 所以 現在各位同心要趕快跟上我們的腳步 好不好 來為台灣做一個事 你看喔 我在之前 我在台中州 被派去台中州做複製事之前 我是在 中央內閣裡面 國土交通省 我當時呢 還有想過說 如果今天 我們可以把人孔蓋變成這樣 然後我們的下水道蓋變成這樣 漂不漂亮 這是日本 有漂亮嗎 然後你騎車的時候就要拔倒了 回到又拔倒 這樣有漂亮嗎 好不好 變這樣好不好 是不是很不錯 如果今天啊 我們能夠為台灣盡一份心力 你有想過你的人生 一輩子的當中 你可以為這個社會做一點點有意義 跟有貢獻的事情 你覺得這輩子你辦得到嗎 我原本覺得這是很難的事情 可是台灣民政府今天給我們這個機會 他讓我們有這個機會 來見證歷史的轉變 參與歷史的轉變 然後能夠來為台灣盡一份心力 如果是這樣 你們要不要努力 一起加油 好不好 來為台灣的下一代做更多的事情 可以嗎 有沒有信心 有沒有信心 加油 加油 好 謝謝大家